这样我是可乐 今天也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听说这里是一个只能生存45秒的世界 只要我把这个红色的静止标记扔掉 就会开始即时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吧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披荆的小镇 我们的目标是搜集三把钥匙 一直到达最下面的植物园 先让我们来看看钥匙都被放在什么地方吧 哦运气真好 这个找到了第一个 这里看起来是个空房间 这里有加速要水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这里也是一个空房间 可恶 直接人建那么多空房间干嘛呀 真是浪费地皮 就是因为这样子房间它会那么贵嘛 等等 时间快不够了 就才两把钥匙啊 算了不管了 先去植物园吧 拿上蜘蛛丝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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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 时间到了 我终究没有活过第一天 但是我已经摸清了两把钥匙的房间了 就死一定可以的 出发 就死房间了 哦是这个 这个房间好像没来过呀 进去看看 哦Lucky 是另一把钥匙 赶紧去拿第三把 哦我又死了 忘记了只有半颗星了 再来一次 今天一定要到达植物园 冲呀 虽然少拿了一把钥匙 但是这次的目标是到达植物园 就差最后一点了 我跳 这下全服钥匙 到达 呃真的 怎么这个全服钥匙这么久啊 快停下来快停下来 呃我死了 唉 只有45秒也太难了吧 但是这怎么能拿得到可乐呢 今天我一定要成功一次 前行修炼了一下午 现在我跟上午的我 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了 顺带一提 我还发现了这两个按钮 是可以切换地图到白天跟晚上的 当然我肯定更喜欢白天一点 啊 等一下 不要停下来呀 2000年之后 啊 我终于过了 天哪 感动快乐 太不容易了 子珠应该有掌声呢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赞 喜欢点关注可乐 请你喝可乐呀